總統府發言人古拉斯被爆出 去年參選花蓮縣長期間 跟已婚的李姓隨滬 發生了不倫鏈 被告上法院求償百萬 古拉斯上午就立即請辭了 總統府發言人一職 總統也准辭 不過古拉斯在臉書表示 沒有發生親密行為 也不知道對方的婚姻狀況 而在花蓮縣警局工作的李姓隨滬 現在也被調離主管職 接受調查 花蓮成了恐懼的總和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是無懼之人 總府發言人古拉斯 2022年被民進黨徵召 投入花蓮縣長選舉 在地方跑行程的時候 身旁有一名五官深邃 體格壯塑的隨滬 隨時注意安全 沒有想到卻被周刊爆出 他跟這名已婚的隨滬 發生了不倫鏈 隨滬妻子告上法院求償一百萬 古拉斯28號立即請辭了 總統府發言人一職 也獲得總統準辭 古拉斯沒有出面回應 在臉書表示周刊的爆料多處 簡潔誇大 也不清楚對方的婚姻真實狀況 更從未有預舉或是親密的行為 目前兩個人已經沒有聯繫 而當事人李信隨滬跟古拉斯 都是阿美族人 之前在桃園的保安大隊服務 2021年調回家鄉花蓮 5月底才上任月媒派出所的所長 現在被調離主管職調查 古拉斯曾經擔任圓明台的主播 更是歷經服務院黨三處的發言人 也被視為是賴清德的子弟兵 博以有爭議事件 2014年曾酒駕被攔查法辦 參選花蓮縣長時更被批評是空降 現在有不倫醜聞 也讓民進黨在花蓮立委的佈局 更加艱困 記者韓音朋友組文家凱綜合報導